Bosco 陰陰濕濕 晚上 晚上 來到12月 還說十分聽 就還說十分聽 12月1號的陰陰濕濕 各位大家好 在我身邊 雲海 雲海你好 對了 Bosco 剛才我們錄雲前 我們見到早點人來 因為他遲到才霸佔著錄音室 因為我們又遲了錄音室 他突然關門那一刻就說 哎呀!12月1號啊! 還要24日做聖誕啊! 哎呀!他這份人真是 都不知道是好可愛還是好笑 就是他的衣服穿著GOD 真是GOD 他這份人就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上次聊天 因為那次說他去越南 其實寫越旅遊書有很多錯誤的東西 那我決定今集 我上一集罵人罵得太狠了 今集要先溶解一下 就要說一些 如果我這麼多年經歷 怎麼寫旅遊稿 我再說一些 這段是香港的隱形歷史 在傳媒的 尤其是print的媒體 雜誌報紙印刷 印刷那些在旅遊稿那裡 其實是怎麼發展出來 還有後來怎麼有旅遊書 還有很多陰暗的故事 或者真實的故事 告訴大家 陰暗的那些尤其是要聽一下 是嗎? 什麼是呢? 印刷這行 即是出版這行很陰險 但是我想說 因為剛剛買了一隻新碟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就是一個新人 一出就出的EP 也是 只有六首歌 原則上只有四首 然後Remix 又是Remix 又一首Remix 之後還有一首 就是他們唱片公司的群星合唱 所以在我眼中只有四首歌的一首EP 這位朋友就叫做迪爾達 這個名字我覺得挺有型的 迪爾達 迪爾達 雖然阿森美在節目上不斷批評這個名字 覺得太噁心了 你剛才開始說這個名字 我會覺得 咦?是什麼人事呢? 是不是香港人呢? 還是迪爾達會不會是日本人呢? 還是另一個國家的人呢? 但是名字可以啊 聽一首歌 我想要播 因為他有一首主打歌 叫做Just Go 但我想播放他的碟裏 有一個叫做Picnic無事Mix 又說軟一點 先聽一聽的intro 原來一點都不軟的 這個迪爾達 其實我覺得他這首主打歌 某個程度上 他的唱功不錯 雖然他要努力繼續 因為我覺得以一個新人來說 是 我覺得要給多多鼓勵 坦白說 就是這樣說的 我包括唱快歌 就是你的聲音好聽 即是不難聽 就已經不難唱了 沒錯 對 那他有沒有慢歌在裡面 讓你聽歌呢? 呃 應該這樣形容 我也是這樣形容 就是 我覺得他可以努力很多 因為你知道近來 有一系列的新人出唱片 是 那我就覺得 阿迪爾達 聲音其實也能接受到 真的唱功是可以多多努力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始終覺得 對新人來說 是需要給多些鼓勵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必定要批評 因為唱功我可以練回來的 但是呢 他這隻碟 因為他叫做Just Go的大碟 是 封面到他裡面的那本書仔 是 到他那個image 是 我就真的心想 我心想 究竟是他固執 他自己固執 是 還是他唱片公司的image 有問題呢 是 你看看他封面 首先他穿那件衣服 哇 這件衣服 我會聯想到70年代 就是 少了一個戰搏 是 或者那個 就是你如果做一個 我不知道他想買弄偶像派 還是這個實力派 我想看他那個封面 就是設計 還有他的樣子 梳頭 都是扮型那些 是啊 應該是 都是想扮Edison Chan 是啊 但是這件衣服 你知道嗎 我當時看一看 你們做唱片公司的形象 那幫人 你有沒有顧及過這件衣服 我用一句說話 這件衣服 來形容 其實是這樣的 我又覺得是贊助 你覺得這件衣服是贊助嗎 不知道 這麼噁心也穿得上去 第二頁 他也是穿這件噁心的衣服 同一件衣服 好噁心的 我告訴你 好噁心的 到第三頁 喂 一件很紅色 這次阿祖雲 你平時下街吃魚蛋 睡覺 沒錯 第三頁那張 我又覺得 喂 你是不是噁心的 好了 第四頁也是同一件 同一個配搭 去到第五頁那張 哇 大佬 三哥 太歐了 你明白嗎 繼續微笑 你真的不可以這樣 許冠傑的泡紋 泡紋又不是泡得完 又不泡得完 對 他好像那些油漆 藝術 藝術 但這些衣服 你現在什麼年代 好 去到最後 那幾頁 嘩 這件真的 我只可以告訴你 這些 大陸的歌手 都不敢穿外出 這件衣服 配合姿勢 簡直是 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想走 張瑜城的路線 還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這幾個姿勢 這三個姿勢 這三個姿勢 臨美的那幾頁 都是 你現在 2008年 11月推出的 是這樣的 草蠻 初出道的時候 幾型的 那些姿勢 其實他整個外表 身形 樣子 其實他跟某一個 我很熟悉的人 樣子相當相當相當 那個是誰 那個就是 903 那個 OpGate Operator 其實他現在不是Operator 他現在是監製 人家升職 那是金仔 金仔的樣子 跟他相當不得了 是啊 我沒見過金仔 是英俊仔 還有高高瘦瘦 他現在有個大肚腩 因為他喜歡吃東西 有一次 先爆一下金仔的東西 因為他們很少給我電台說 金仔是一個 又高又瘦 他現在大肚腩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很喜歡吃東西 有一次我忘記 早上去做什麼 我去辦公室那邊 他在吃晚飯 他在桌子上 我這樣形容一下 有一堆東西 我看一看 你在吃飯嗎 是啊 一直在咬我 我忘記了 又包又糕又麵 又麵 他說 這些東西全部是你的 是啊 一堆東西吃 一堆東西吃 哇 全部是你的 是啊 我吃得完 不過我還吃完這些 我還吃得下 哇 你真的很大肚 是啊 他還說 那為什麼會這麼瘦呢 在有肚腩之前 不知道 他真的很瘦 還有他爸爸是一個京菜館的大廚 是 所以我想他自小是很喜歡吃的 原來是這樣的 但問題 我看到他說 你吃完了嗎 對呀 吃完了 但我吃完了 我也可以吃的 我心想金仔真厲害 不行了 我們說說又說到吃 又說到吃 又說到吃 因為很直接的一件事 因為他又出了新的東西 是嗎 M字頭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 M字頭 兩家都是M字頭 就是怪獸包 又不是怪獸包 是另一家 怎麼形容他 摩西漢寶 摩西漢寶 看你怎麼想 我想了一陣子 有些失敗的 說不說這個字 摩西漢寶 也不錯的 他有這個新的魚包 新出的 你要試一下 我今天就是第一次 平身第一次 處於南下摩西 就吃了這個品牌 正常的摩西芝士漢寶 不行是嗎 不行 Sorry 有待改善 我始終覺得這些要給機會 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人們跟我說好吃 不 我在日本真的覺得好吃 好吃一點 對 因為我香港上次 我們談完這個節目 講過這個麵包店之後 我試過去買來吃 我覺得 首先一件事 我吃那個辣雞包 首先我不覺得難吃 但沒有去到日本那麼好吃 但還要是 整個辣雞包沒有辣味 很詭異 整件事 很詭異 我心想為什麼 我覺得 我吃漢寶 我覺得那塊漢寶扒 不太漢寶扒 你覺得它是假的 啤出來 可能它用的材料不夠厲害 我平時吃的太差 突然吃一些厲害的漢寶 好像不夠濃 找一天你出差去日本 你去吃東京 公司要聽著 沒錯 去日本 或者WhatsApp叫我去談 什麼Cross Over 好啊 叫他們贊助我們去那邊做節目 哈哈 日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沒有了 我們不可以再吃 沒有了 我們一說吃 我們回不了頭 等一下可能會再說吃 因為我們講旅遊書的問題 因為之前我就說 因為我看著旅遊書去越南 吃一些地道的食物 你發現地址又錯了 地圖又畫錯了等等 那你又要好 某個程度上你要諒解它 因為你知道你寫一本旅遊書 其實你又要知道 其實短時間裏面要做一本書 而你要把所有的資訊出來 就沒什麼可能的 通常呢 都只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就是 介紹一些最經典的東西 最經典的東西 介紹完就算了 有些就是你要找一些 當地的旅遊書去抄 抄完之後就算了 要是你真的樂心樂力 去做一本旅遊書 但是樂心樂力 就要做很久才能做到 不是說餐餐試過都好吃 不好吃的那些 你當然就比較不推介 要有心去做這本旅遊書 我講個例子 不如這樣吧 我幾個都講不同的例子 好 如果 你說 因為其實 可能現在年輕一輩 你現在這十年八年 你見到周街都是旅遊書 覺得是理想當然的 一定是有旅遊書帶你去玩 就是針對最經典的幾個地方 台北 上海 東京 萬谷 那些 萬谷很多 等等這些辣書 都是想著是機場 或者是7 你買一本就上機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當年 我們七八十年代的人 我們當年七八十年代 在香港是不存在 所謂的旅遊書 那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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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某一兩位很出名的自作旅遊代裝書的作者 現在不知道去哪裏了 我所知的是當年這些人的資料絕大部分都不是自己找回來的 反過來說絕大部分的資料都是找回來的 兩邊的演繹方式 就是因為他也是抄一些外國很出名的旅遊書 翻譯了中文就罷了 之後或者是這樣 可能他真的去過一次歐洲 可能他回合了行程大概是20天 去了28個國家那些 他手上拍了一些照片 或者買了一些帖卡 你記得當時的帖卡是當照片 掃進去那本書上 很離奇的 不會想著有版權 一邊推出這些東西 之後他覺得可能拍了照片 拿了一些旅遊局的資料 之後就隨便找一些在外國很好賣的旅遊書 翻譯完之後就整本印出街 之後就推出來了 當然你以一個當年80年代香港的社會 你是缺乏這些書的 那就可以好賣 但是在我們眼中當然 有時候我們旅行都要買 買完之後你會覺得 都是欠缺很大的誠意 那當然他們賺大錢 我們心裡有一點點覺得 有一點點接觸 你不買的就真的不知道去哪裡 那你買了一本書 他介紹幾個推介的地方 你怎樣都去到那個位置 那你附近還可以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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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昨天晚上這樣 在中國買過城市 不可以說的嗎 都可以說的 說的無謂 其實過城市都差不多 根據以往的經驗 包括我昨天晚上印象比較深刻 因為昨天晚上比較早下班 即是出去玩 是神訪賞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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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廣告牌 很華麗的燈火 究竟我去哪一個方向 就完全不知道 然後逛了隨便選一個方向 誰知道走到原來沒什麼 就是所有自宅區 有些是逛街區 但是就 你不坐的士出去 坐的士你也告訴你你想去哪裏 我真的不知道想去哪裏 就是一個非常自由行的形式 或者真的沒有工作 想出去一個多小時 但問題是 我酒店在前左右的中間 所以我去每個地方 都差不多是這麼遠的距離 我看到一些廣告牌 燈火華麗的地方 打算去拍下什麼事的時候 所以我如果去了右邊的時候 我要走回中間酒店 再走同樣的距離才到左邊 所以是很遠的 由於不是很勤奮 就是懶的關係 就選擇了一邊走 就發現沒有東西的 所以如果一本旅遊書 可以告訴你 你去譬如當法國 你去第二區這條街 那好了 雖然去介紹那個餐廳 或者去介紹那個名聲 你可能不太適合 但是附近應該都 有些餐廳 有其他東西可以看 那也對 這個是我們作為旅行者的心態 對 因為很多時候你亂走 就走到一些住宅區 可能只有一間便利店 就是這樣 那就浪費時間了 也是 不過我也是強調那件事 80年代這些旅遊作者 很沒有成語 我只是在說 不如這樣聽一首歌 因為我也要強調 我這個是一個音樂節目 不要搞錯 不要再在那些留言辦 問我什麼時候說鬼故 我現在播一首歌 這隊樂隊 就是大陸的一隊樂隊 叫做旅行團 我先配合這個主題 這首歌叫做 全世界都在水旅遊 這隊樂隊 我轉頭回來再說一點 先聽這首歌 這首歌 在我的用語中 叫做一些很舒服的水音樂 這首歌又跟水有關 大家先聽一下 有沒有一種旅行的感覺 有沒有一個好像很飄逸的感覺 很遺忘的感覺 我只想起昨晚 昨晚 不知道在哪個時候 這個旅行團樂隊 是有個朋友介紹我聽的 我一開始就 因為你知道大陸的樂隊很參差 有些很in的 或者很接近潮流的 有些是很想接近潮流 但做得很涼 有些是很好 而旅行團是令我覺得 是有點詫異的 因為它從第一個intro的首歌 到第十二首歌 整個系列一直製作 是比我想像中的好是更好 它那種形式 你又有一點點像 它玩一點點輕快迷幻 它有一點點電子 但又不是全部是這樣的 但我用了一個套語 因為這個字 我覺得近十幾年 我已經很少聽到DJ講這個字 就是我們八十年代 有幾個碟 那時候我有些帶 我現在找不到那些碟 就是帶就在這裡 但我找不到一些 現在出了那些碟的系統 所以我播不到 那八十年代 有幾個外國的樂隊 他們玩的那種音樂 就叫做Water Music 就是好像你在水裡面聽的 飄下飄下 或者你聽歌的時候 覺得好像有水經過 不知道為什麼 這十幾年 我完全聽不到 任何一個樂隊 或者歌手 是說我現在做一個Water Music 沒有了 或者會不會這個字 是當年一個潮流字 我不知道 可能過了 不過遲些人會回來 希望吧 但是這隻碟 我就覺得很像 就是我當年覺得 那些Water Music 很舒服 唱得不錯 聲線好 音樂好 編曲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回到大陸的時候 你買這隻 旅行團的一隻碟 我不知道它總共出了幾隻碟 因為我手上那一隻 就是Live Journey的一隻碟 他譯了國語叫來福交禮 為什麼叫來福交禮 國語的音 就是拼下去像Live Journey 但是其實音是很不適合的 我不覺得像 因為他喜歡這樣形容 就是撇開幾個字來講 我覺得這隻碟的封面設計 雖然是走很不同的路線 但是的確比迪爾達 也好 甚至它裡面的設計也好 例如它裡面的每個樂手的相片等等 有些日本的感覺 很日本的感覺 OK的 我便覺得這些就有型 簡單 以白色為主 設計和人的三副鞋襪 和設計 你覺得是舒服 很美的 現代版 就比迪爾達的設計好 我不是要挑戰它 而是我想如果它有唱片公司的人聽到 德爾達的那些 我麻煩你搞什麼是形象設計 或者叫做形象設計 很多時候可能唱片公司 不想扔本 去到它紅紅的 但我覺得這樣反而浪費錢 你一開始就搞好些東西 用到它靚靚靚靚的出來 反而應該會更好 我有想法是怎樣 就算沒有錢也可以扔本 對 你用一個很簡單的設計 都可以扔本 但我覺得它用了很多錢 我覺得 第二但是用了很多 又出去拍攝 又換不同的衣服 又去不到場景拍攝 又設定頭髮化妝 但出來的效果是漂亮 是要去H&M買一套衣服 都不是歐洲的牌子 你可以玩很簡單 你打開頭 或者在設計上 玩一些風格 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用不需要做到 我又不是要什麼 不過我真的要整理它好些 所以旅行團是熱烈推介的 那去旅行 其實我有問題想問你 因為我以前去旅行 通常都是問題 有些旅行書 通常都是去過的地方 其實呢 可能你比較接觸靈異的東西 究竟會不會有些書 介紹你去 例如你去香港 你要去這幾個地方 是聖傳撞鬼的 有 有很多外國的旅遊書 你有沒有跟過去看過呢 其實 我美國呢 我就跟過幾個地方 一路去找 例如去洛杉磯 有什麼鬧鬼地方我去 甚至那時候在納馬西哥 有什麼鬧鬼地方我跟著那些書 介紹你去的 有的 歐洲都有 不過不密集 因為去歐洲 我始終想看景點 好散 已經很辛苦了 紐西蘭是一個 當年都跟得很密的 但當年紐西蘭那個 我不是自己跟著旅遊書去做的 因為紐西蘭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呢 我記得 我是很少被人請去旅行的 你知道吧 因為可能有些人不喜歡我胡說話 那 對 請了旅遊國家回來 對 很猛 對 但是好笑 紐西蘭旅遊局 是我這麼多接觸的旅遊局 和一些贊助 是最開放的 當年 他就聘請了我們一群 主要的旅遊稿的人 去旅行 那時候我還記得應該是 有太陽報的記者 有 那不是很久之前 好像 2000 好像 2000 八年 說說八年 2000年 很快 那時候有太陽報記者 有東方新地記者 有蘋果記者 和攝影師 攝影師是蘋果自己付錢的 所以原本只請了一個 還有一個 不知道還有一個是誰 然後就去紐西蘭 因為他聘請我的時候 都說 問我想看什麼 但是紐西蘭政府 即是旅遊局那邊 請你過去 是的 旅遊局聘請的 全盤是旅遊局安排等等 我就問 我們每個記者 想做什麼訪問 或做什麼訪問 我當然說 我想找一些古怪的地方 最好有罵鬼 讓我們探險 最好是一些 有傳聞的故事地方 當然我就想 你如果這樣說到 可能真的 他坐你都傻了 是不是 但是 Turn Out不是 Turn Out是他 又安排我去參觀一些古怪的地方 又住一些鬧鬼的B&B 很棒的 後來還要怎樣呢 去到南島 去到南島 一個丹尼丁的城市 上面有一個很出名的鬧鬼的古堡 他還聯絡了那個古堡的主人 就邀請我們去那裡吃飯 之後參觀了 然後還住在那個古堡 就是因為出名鬧鬼 還要因為我的原因 就逼到所有的記者要陪我一起瘋 但其中一個記者 是很害怕鬼的 他們想問有人有怨言 有的 因為我們一群人都玩得很熟 那是男生來的 那是女生 女生就算了 男生就不管他了 男生不怕 但我和蘋果日報的FOTO同房 他也不害怕 我也不害怕 一起去等的 但害怕的是太陽報的Cara 她沒有做 因為現在她做了其他 Cara當時也跟我說 你呀 都是你壞呀 你說要找鬼 她不是什麼都撞到 但他們也有些有趣 遲些時候我會說 但她就說 如果不是你 我們不用一群人陪你去住鬼屋 我說是 還要好笑 還要不知為何每次去到哪 這裏有些巧合 我們住在很多鬧鬼的地方 還有很多鬧鬼故事之餘 不知道為何 他原本我們安排一些餐廳吃飯 遇到一些導遊的時候 是沒有被知會的情況之下 突然間才知道 原來那個餐廳的老闆娘 又有個鬼故跟我們說 突然間就是那個導遊 原來有個鬼故跟我們分享 是很巧合的 紐西蘭 我想這些比較新的國家 不是歐洲那樣 中國幾千年歷史 想不到有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之前在網上 和在書上找 我都想看 有否留在西蘭多些鬼故事 其實找反而很少 去到就不斷有故事 如果我懷疑我再留久一點 會不斷找到很多故事 但當然我不可以留很長 我留了很久 因為我玩完那個旅程 南北島玩完之後 我還會繼續玩 我告訴你真的很棒 以你那麼喜歡靈異 又那麼喜歡去旅行 應該就你出 靈異旅行書 再帶點東西吃 我想如果要出 那個銷量應該是很低的 香港人是很保守的 你怎會有人拿著一本鬼故事 帶你去找鬼的書 跟著跟你去玩 那也是小眾 但是我曾經想過出旅遊書 自助旅遊介紹的人 怎樣玩書 你自己出的時候 有一個Session 我想的 我當年其實跟博益談了 怎知道就撿了 不是 很多年前已經談了 當時有些陰差陽錯的時候 沒有出 那你說這件事是不是很荒謬呢 再說一下 或是幫你撿了 說一下那些荒謬 回來再講 好 回來再講